东风四一导弹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 它具备多弹头载入轨能力 普通的防空导弹无法拦截 是我国的杀手锏 那么这样一枚战略重器发射一次的成本需要多少钱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太相信 我们都知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战争会消耗一个国家大量的财富 武器的价格都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例如一架战机的单价能够达到近一亿美元 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战略核武器了 那么发射一枚东风四一洲际导弹需要多少钱呢 虽然这方面的数据没有公开 但俄罗斯告诉了我们参考答案 与东风四一类似的白氧M弹道导弹 每套的造价在2500万美元左右 东风四一的单价与这个价格的相差并不会太大 但如果需要加装核弹头时 这个价格就不是数字能够衡量的了 当然如果要把导弹发射车 如研发经费平摊到每个产品上 那么导弹的价格就会迅速攀升 这还不算发射人员的工资 和日常对导弹的维护开销这样看下来 又是一笔天文数字 最终发射成本可能会达到近10亿人民币 虽然贵 但是东风四一是我国目前最高效的战略核武器 它的多弹头只需一发导弹 就能够摧毁多个城市 而且发射次数非常少 作为战略储备存在 基石柜也是非常划算的 好 没错 有了 我会示出了 对 有了 我会示出了 你会示出了 我会示出了 我要描出了 噢 我会讲